賴清德折馬上任 表態強硬 非常明確地闡述了他的台獨立場 跟大陸對抗的立場荒漏無遺 兩岸關係籠罩陰影 未來會否態勢升級 私底下一定不會上 會引來大陸強烈的反制 揭開民進黨台獨背後的真相 老台台獨分子 他未來的一個衣駁的繼承者 推動台獨的決心 相當難纏的這種對手 鳳凰聚焦 民進黨的台獨之路正在播出 這裡是華潤 鳳凰聚焦 賴清德在5月20號上午宣示 就職接任台灣地區領導人 而他與副手蕭美琴 被稱作是最危險的雙讀組合 在上任前 賴清德曾經拋出所謂的 兩岸兩黨會談 曾經令一些民眾 對他能夠向大陸釋出善意 維持台海和平 抱持過些許的期待 但就在他的就職演說中 他一邊強調 和平是唯一的選項 一邊又強化台獨底色 民進黨是如何一路滑向台獨的 兩岸關係又面臨著 怎樣的政治考驗 2024年5月20日 隨著執政長達8年的蔡英文謝幕 台灣地區新一任領導人賴清德 正式走馬上任 儀式於上午9點開始 賴清德身着深色西裝 舉右手宣示 隨後賴清德和蕭美琴 將蔡英文送離辦公室 上午11點左右 賴清德發表就職演說 作為上任後的第一份答卷 就職演說歷來被島內外關注 其所確立的論調 將一定程度上主導今後4年 賴清德的施政基調 尤其在涉及兩岸關係的論述 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在講話中 賴清德沒有承認九二共識 並堅持台獨立場 賴清德在這次就職演講當中 非常明確地闡述了他的台獨立場 在他的演說當中 是確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外國 中國大陸的居民是外國的居民 而認為台灣 包括其他的各種政治符號 都是圍繞著台灣講的 都是他的政治符號 台灣前途絕影文的立場 在賴清德這裡得到進一步確認 明確的表現 而且在他這個演講當中 一美抗陸 一美矛獨 跟大陸對抗的立場 透露無遺 兩岸關係的論述是 歷任台灣地區領導人 就職演說中的重中之重 賴清德此前一直自詩為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針對外界最關注的兩岸關係議題 與前任相比 賴清德在面對兩岸問題上 採取了更為強硬的態度 他是一個所謂的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他所有的工作都是為台獨服務的 之前說 賴清德要在這個演講當中 釋放出了對大陸的善意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他這個就這樣說當中 其實是立場非常的強硬 應該說呢 首先這是和他的一貫的立場是一致的 從他一貫的對於 台灣跟大陸的兩岸的這個 政治定位來講呢 應該說他的這個 纏述沒有什麼意外 第二點就是 在他這個演說當中啊 其實就是釋放出來 非常明確的 這個兩國論的一個信號 跟大陸對抗的一個信號 第三個呢 就是以愛白也台灣為口號 對於島內的政黨和這個政治人物啊 進行了各種的 威脅釋放出了威脅的信號 總體上來講呢 他這樣一個演說是非常強硬的 賴清德在政治主張基本上來講 其實我必須認為說 他甚至於可能從 這個對台獨的這個支持的理念上來說 他政治可能是比陳水扁還要強的 但是現在的階段情況下 也不可否認形勢比人強 大陸的這個國際實力上 已經又跟當時陳水扁當初 又完全不可同日而言 甚至於說跟蔡英文剛接任的 2016年也不能同日而言 美國的態度同樣是本次儀式 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此前 賴清德投書美國《華爾街日報》 拋出所謂台海和平四大支柱言論 緊接著發表台灣要走進白宮的敏感話語 並借過境之名竄訪美國 以美謀讀成為賴清德政綱的保護傘 賴清德其實並不是美方所信任的這個人物 包括他當選之後美國在台協會的主席羅斯莫格 還又專門到台灣去了兩次 所以在他選舉之前選舉之後 總共去五次 這個在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的位置上 如此頻繁地到台灣島內去 對於當選台灣島內領導人的 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 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 根據此前台灣媒體報導 本次儀式賴清德的演講稿 也是被提前送往美國審查 儘管此前有分析認為 作為台灣背後最為重要的支持力量 美國在全球動盪之際和大選之年 並不想過度激化台海局勢 但賴清德本次儀式的演講態度卻表明 美方依舊希望借助台灣在台海地區 與中國形成對抗 賴清德的520就這演講可以看出來 美方在總體上沒有受到 俄烏哈裔衝突等一系列情況的干擾 當選者仍然希望在台海局勢中 與中國抗衡縱容台獨勢力 希望台灣繼續成為消耗中國 牽制中國發展與和平崛起的一張王牌 無論哪一次選舉 每當遇到重大問題的時候 選舉之前政黨的候選人 總是要去撐美 在台灣島內的媒體上 自己就公然地在講 這是到美國去進行面試 如果美方不通過他這個面試的話 甚至連在選舉過程當中 再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難 更不是說勝選了 有媒體分析 賴清德在台灣地區領導人 選舉勝出之後 花了幾個月時間 給自己搭建的領導班子 也帶有強烈的台獨色彩 這其中很多人是都來自 賴清德政治成長的 南部嫡系勢力 他們大都強烈支持賴清德的政綱 而主要負責防務系統 及兩岸外事的官員 大量仍是延續 蔡英文時期的老面孔 這樣的人事安排 也會導致台灣地區 在民進黨領導下 台海局勢 未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在蔡英文執政期間 美方比較欣賞 欣賞得過的這些人 像舞爪蟹等等 這樣的一些人物 基本上都留任 只是從一個位置 放到了另外一個位置 包括防務部門的負責人 這些都是美方 非常欣賞得過的欣賞人物 所以說他在這次 安排相關職位的時候 基本上就把這些美方期待 在許有的門位上 依然留下了蔡英文時期 美方欣賞得過的政治任務 台獨越來越成為了 民進黨的主張 特別是地區 國際形勢的變化 賴清德改變人馬 讓蔡英文的人留任 如果繼續堅持激進台獨 會引來中國大陸強烈的反制 而賴清德的副手蕭美琴 更是被中國大陸兩次點名 且被加碼制裁的台獨分子 1971年出生於日本的蕭美琴 中學後移民美國 1995年開始 一直在民進黨任職 在2020年6月 獲任所謂台灣駐美代表後 蕭美琴得到了 蔡英文的充分信任與授權 多次發表台獨言論 值得一提的是 2022年蕭美琴 曾力推佩洛西蓬佩奧竄台 激化了兩岸關係 更進一步走向惡化 蕭美琴也是台獨勢力中的 一個代表性的人物 他有美國的背景 他跟美國政界 無論是國會兩黨 包括美國國內的侵裁勢力 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包括佩洛西篡訪 背後都是他擁有的身影 包括美台之間的軍售 在這問題上 蕭美琴其實在2022年跟2023年 已經兩次被中國大陸 給列為對台獨的制裁的 首要 主要分子之一 蕭美琴長期在美 所以相對來說 他對美方的態度跟立場 以他跟美國政府中的人脈 讓他知道在兩岸之間 相處上台灣能夠取得一個 如何能夠獲得 美國的安全承諾跟幫助 有意思的是 早在今年1月 民進黨發布的 4分鐘競選宣傳片《在路上》 視頻開篇中蔡英文駕車 賴清德坐在副駕 二人一邊開車 一邊感慨一路的不意 並以各種暗示 展示蔡英文對賴清德的認可 期間蔡英文下車 將象徵權力的車鑰匙 交給賴清德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加油 副駕駛換成了蕭美琴 並暗指二人 將延續蔡英文的路線 這段視頻一今放出 也引發了島內的爭議 在路上 在一朵 地路上 這台車一直開車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平安 這個在路上 基本上 我看就是在戰爭的路上 在貪腐的路上 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發布競選短片《執政撞車片》 針鋒相對地諷刺台灣該換駕駛員了 以此表明 這一場交棒 是將台灣帶入危險之中 是誰偷走了你的安全感 這個賴清德 他的政治背景 是一個深綠的政治背景 他一直以來都是堅持 他一直就認為台灣獨立 在這個問題上 可以說是陳日本 蔡英文之後 一個極大勝者 在各種的場合 都要推銷他的台灣共和國 台灣獨立 這也是他當選之後 很多外界是非常擔心的 認為他可能讓兩岸 陷於戰火的風險 會進一步增高 有台灣網友針對民進黨 在路上的競選視頻 進行了再創作 其內容混繭了 蔡英文和賴清德 過去互鬥互掐的片段 以諷刺二人明明不合 卻在認真表演 攻擊我的人 其實我們仔細看一下 其實賴院長應該 都對他們 都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度 也請總統能夠要求他的網軍 停止對我的攻擊 這些攻擊都對未來的團結沒有幫助 躲棒啊 躲棒啊 躲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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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啊 躲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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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蔡英文 擔任台灣當局領導人 第一任的時候 還沒有結束 賴清德就開始要挑戰 蔡英文的地位 就要跟他進行黨內初選 我想這樣的一種 違反政治倫理的挑戰 民進黨內主要政治人物的 這種做法 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講 恐怕就很難化解這種對立 蔡英文在後期也是出於 維護了整個民進黨團結的考慮 最後居然選了賴清德 作為他的副手的搭檔 就這些東西 就是都是表明了 整個民進黨能走到今天 能夠完成了第三次 叫政黨融化 可以說是他內部的戰鬥力 也是不可小覷的 真是這樣一個內部分裂 卻一致對外的台灣島內政黨 在成立近40年的時間 一次次掀起台海風浪 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政黨 它又是如何走向台獨的呢 民進黨和台獨是如何發展的呢 20世紀六七十年代 隨著台灣經濟的快速增長 島內中產階級迅速增加 面對國民黨的高壓統治 民主思潮不斷湧動 而隨著國民黨政權被逐出聯合國 新中國和美國建交等一系列事件 激起了一批新生代知識分子 對台灣局勢的關注 一大批對台灣現狀和國民黨不滿的知識分子 因此走到一起 組成所謂的黨外勢力 1986年9月28日 以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 和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為首的 130多位黨外勢力齊聚台北圓山飯店 正式對外宣佈民主進步黨成立 10月 民進黨在台北市召開 第一屆全體黨員代表大會 通過了黨章 黨綱 一個具有完備形態的政黨 在島內出現 至此 黨外一詞為民進黨所取代 民進黨成立的它的背景 就是一批不滿國民黨的 長期白色統治的 再結合它們也是本地人 跟外市人之間的矛盾公開地提出來了 在這個問題上又打著 所謂的民主自由的這樣一個旗號 比如說民進黨的出行 這個就正式成立了 民進黨成立的時候 它實際上是黨外力量的組合 或者說它是一個大大會 那麼在這裡面有主張統一的 有主張獨立的 有主張台灣的權益的 所以說涉及到諸多方面的問題 後來答不成一致的意見 就很難形成一個剛性的組織 最後它們為了最大限度的 尋求公約數 所以說就用了民主進步黨 這樣的一個名稱 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 集合一些黨外力量 來和當時的國民黨進行鬥爭 民進黨成立之初 台獨既不是創黨初衷 也不是成立時的主流價值觀 當時清廉 情政 愛鄉土 是民進黨的創黨主張 在當時國民黨高壓政權 和貪腐的背景下 民進黨一經成立 就吸引了台灣島內 相當數量民眾的支持 進入90年代 受制於國民黨內的派系紛爭 當時的領導人李登輝 轉而將目光投向了這個島內政黨 在李登輝當時兩國論思想的影響下 民進黨內大量外來主張 激進台獨的思潮逐漸抬頭 李登輝跟民進黨 其實是存在已經很多默契 在他的行動當中 綠營的政黨去追求台獨的一個政黨 才是他的政治理想之所在 才是他未來的一個一波的繼承者 當時台獨還不是他主流的主張 但是後來他們因為台灣 發生政治變革之後 也發現選舉政治中 台獨派可以吸收選票 所以說台獨 越來越成為民進黨的主張 再加上民進黨本身組成的人員中 也有不少是在兩蔣統治時期 也是流亡到美日 流亡到海外的台獨分子 所以他們回來之後 與民進黨本地相互的河流之後 讓民進黨就越來越向台獨幫忙發展 1987年11月 在民進黨第二屆全代會上 通過了民進黨台獨言論自由決議案 強調台獨的論述 1991年民進黨提出台獨綱領 1999年又提出台灣前途決議文 12年間民進黨完成了台獨三部曲 台灣前途決議文是完成了一次 就是民進黨內部的台獨論述的大轉型 1991年民進黨內通過台獨黨綱領之部 其實這個政黨的鮮明的台獨測色 就展現出來了 在1991年出台台灣前途決議文 他就是認為所謂的現狀 就是台灣是一個所謂主權獨立的一個國家 就是一個獨立的狀態不能改變 要改變的話必須得經過台灣島內的民眾 公民投票決定 第二個就是他在台灣前途決議文裡邊 明確台灣和大陸互不隸屬是兩個國家 就民進黨來講的話 他其實一直基本上來說是認為 兩岸之間是要各走各的路 他們在提出他們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之後 也認為就是說台灣如果要能夠 能夠重新地在國際上來講 能夠恢復到一個國家的水準跟作為的話 勢必地必須要走向台灣獨立 進入20世紀90年代 民進黨勢頭迅猛 接連在台北 高雄等重要地區的 行政首長選舉中獲勝 也就是在這期間陳水扁一軍突起 在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中獲得勝利 祖籍福建漳州太平鎮的陳水扁 出生於1950年 其先輩渡海到台 祖祖輩輩都是勞苦的農民 陳水扁在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後 成為一名律師 1979年在美麗島事件中 他因擔任黃姓界的辯護律師 而名聲大噪 1987年陳水扁加入民進黨 很快就成為民進黨的政治明星 2000年在李登輝的支持下 他代表民進黨競選 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 這也是台灣首次政黨媒體 李登輝後期一心想實現台獨主張 可以說是老牌台獨分子 他要把自己的主張 把他所謂的未完成的事業 交給可靠放心的人來完成 他選擇了是支持陳水扁 選擇支持了民進黨 這也是為什麼在後期 選舉的最後 民進黨的最後 能歷史上第一次獲得 執政地位的一個關鍵的 一個重要的原因 2000年在陳水扁的就職演說中 提出了不會宣布獨立 不會更改國號 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 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 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 與國統會的問題 四步亦沒有的說法 儘管做出了一些 緩和兩岸關係的姿態 但其背後卻難以掩蓋 其台獨的本質 陳水扁上台主政後 加快了法理台獨的步伐 拋出一邊一國論 鼓動所謂公投制憲 實施法理台獨 陳水扁一邊是通過法理台獨 另一邊也如同切香腸一樣 採取漸進式台獨策略 在它一系列操作下 新台幣被改成國幣 將台語當作國語 將地方歌仔戲當作國句 有關中國的字樣被剷除 有關統一的標語被拆除 駐外機構慣以台灣頭銜 新聞局帶有中國地圖的標誌被抹掉 台灣共和國護照 被允許私下流通 他前期的時候 確實是講的是一個監禁台獨 首先就是 他是一個雙少數上台的政權 沒有得到過半數的選票 他去按照民進黨的主張 去宣佈台獨的話 那麼得不到島內民眾的支持 還指不定會被民眾撵下台 第二個就是 在立法部門內部 依然還是國民黨佔據倒數 依然還是國民黨說了算 所以說他就通過行政手段 來對島內的一些中國的符號 進行修改 以表明自己 當選台灣大軍領導人之後 去推動台獨的決心 2008年 受到一系列權錢交易 貪污受賄案件的影響 陳水扁在排山倒海的 倒扁運動中鋼鐺如玉 民進黨政權垮台 但在經過了八年的 馬英九時代後 2016年 蔡英文代表民進黨捲土重來 再次站在了島內權力的巔峰 成為台灣地區首位女性領導人 在就職演說上 他延續了選前對於兩岸關係 尤其是處理九二共識的論調 但卻承認了會談 模糊了共識 同時 他也提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 他作為女性 他上來後 他也是感覺到 其實當時時代的環境 這個變化不離於激進的態度 所以他選擇了一個 就是柔性的態度 在輿論上繼續也是宣傳 就可以說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是所謂的主權國家 在這個問題上他繼續 就在國際上拋入這樣的理論 同樣的他也是抓住了 這個所謂的民主跟威權 來博奪國際上的同情 蔡英文1956年出生 台灣大學法律系學士 美國康奈爾大學法學院碩士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學博士 2004年加入民進黨 據台媒報導 李登輝在1999年提出的兩國論 其始作俑者 就是當時已是台灣國家統一委員會的 研究委員蔡英文 2000年作為陳水扁當選後 首任陸委會主委 她負責處理民進黨初次上台後 棘手的兩岸工作 2008年 蔡英文當選民進黨主席 相較於陳水扁的謀求 漸進式台獨不同 蔡英文在兩岸關係上 則採取更為明確的態度 到了蔡英文時期 應該說又有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第一個就是兩岸互不隸屬的問題 講得很清楚 所謂兩岸互不隸屬不就是兩國論 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台嗎 第二個就是蔡英文在台上的時候 開始炮製台灣民族的理論 也就是台灣島上的這一群人 跟中華民族是平等的 或者是同一位間的關係 而不是說台灣島內的那批人 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來講 她認為這樣的一個台灣地區 還不是一個所謂正常國家 所以她的這個目標 就要邁向正常國家 2016年5月23日 上任僅僅三天的蔡英文 就任命高朔泰為新任台灣方面 駐美代表 並將之頭銜改成為大使 2018年 台當局力推奧運會正名 企圖將東京奧運會中華台北 改為台灣 同年 台有關部門 將相關行政規定用詞 《華僑》改成了僑名 在歷史課綱中 高中的中國歷史被併入東亞時 2019年 台灣當局接受 美國22億美元的軍售 蔡英文表示了感謝 2020年 民進黨立委蔡毅宇等人提案 刪除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 關於國家統一的文字 此後 台海形勢緊張動盪 兩岸不僅未能破兵 甚至幾度掀起危機 蔡英文其實應該算是一個相當難纏的對手 從李登輝到陳水北到馬英九到蔡英文來說的話 我覺得對北京來講很難打交道的反而是蔡英文 蔡英文在政治上她並不選擇 比如說要透過什麼類似像修改最高法律 或是又要搞什麼入聯等等這一系列的作為去刺激北京 但是她是用這種實物面的方式 用大幅的縮減或是縮控的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陳水扁和蔡英文執政16年 如今自稱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上任 兩岸之間的關係究竟走向何方 對她來說真正的挑戰其實才剛剛開始 就在賴清德就職的當天 抗議的人群仍然在典禮現場的周圍怒吼斥責民進黨 而就職典禮的前三天 台灣地區的立法院更是爆發了嚴重的肢體衝突 不同黨派的立委大打出手 多人受傷被送醫 在台灣分裂的朝野氣氛和架構下 兩岸關係的走向備受關注 感謝收看今天的華潤鳳凰聚焦 我是陳林 再會